警察停在了404的门口 可能是没人回应 他拨打了电话 听声音应该是跟同事说话 帮我用派出所的户籍系统 查一下沙雕小区私动户主404的电话 马上要用到 嗯 顺便查一下402 可能也会用到 马上发给我 过了两分半钟 他又继续对着手机说话 你好 请问你是404户主吗 我们接到报警 说你家有噪音扰民现象 请问你在家吗 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 小孩生病了 原来如此 这边没什么事 我会跟报警人沟通 你先忙 挂断后 他又拨打了一个号码 只不过这次声音很小 我根本听不清楚他说什么 随后 小步声又开始响了起来 声音离我越来越近 它是往我家的方向而来了 我没有提前开门 而是静观其变 我从猫眼看了出去 对方确实是身穿警服的模样 只是帽子压得很低 看不清样貌 有人的 马上开门 我正准备打开门 但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不开也没问题 大半夜的免得让你担惊受怕 我就说几句话 504住户说 你也对404住户 今晚做的事感到疑惑 我刚刚已经问清楚了 他家孩子哭闹得厉害 是因为生病了 现在一家三口都在医院 群里的发言完全是气话 请不必过多的担心 原来是孩子生病了吗 不对 404发出那个恐吓信息后 他的孩子马上就不哭了 况且我还在猫眼里看到了他 这又是怎么个事 至少确定他没有去医院 他的孩子也不是因为外出才听不到哭声的 也有可能是真的被他掐嘎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么402他人呢 这其中太多疑点 所以我必须保持警惕 好的 那402住户呢 他应该是去找了404了解情况的 然后就 就没有回家 警察的声音却非常坚定 他回家了 我刚刚也打了他的电话 他是半睡半醒接通的 已经确认了他的人身安全 因为夜深我也没有让他出来 什么 402什么时候回家了 那时候我明明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 外面的警察继续说着 另外我是负责这片辖区的民警 如果还有什么事 直接打我办公手机就好了 不要拨110 转接起来比较费时间 我的号码已经给了504住户 他说会发给你们 今晚的事就到此为止吧 好 好的 此刻 我对这个警察产生了怀疑 凭什么让我不打110 因为怀疑 我继续通过猫眼往外看 我看到警察转身去 可下一秒 404男主人那张诡异的脸 又出现在猫眼上 我背下浑身哆嗦 但不过奇怪的是 门前就那点空间 为什么警察发现不了他 我撞着弹 再次凑近猫眼 而外面的情景更加诡异了 警察正在等电梯 而404男主人却颤颤巍巍的跟在他后面 死死的盯着他 警察居然毫无察觉 这到底怎么个事 随后 警察进了电梯 此时的他 理应是跟404男主人面对面的 可是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就这样让电梯关上了 他就那样离开了 而404男主人转过头来 我吓得立即冲回房间 躲在床上瑟瑟发抖 此刻我终于明白 原来有问题的不是警察 而是404男主人 看样子 警察也是被蒙在鼓里 因为他完全看不到404男主人 难道是因为404男主人不是人吗 还是说 有问题的是我吗 又或者说只有我一个人 能看到他吗 想到我脑子都要炸开了 而在我经历这些事的同时 手机群里也谈了很多信息出来 为了转移注意力 我连忙点开看 504跟大家说了警察的调查结果 并把他的手机号码也发在群里 302-1为什么要打警察手机这件事 但504给出了完美的解释 我也问过他 他的意思是 110电话是指挥中心 打了还要调控给他 需要时间 但是打他办公电话 他能马上赶过来处理 他也不用再跟110做报告 是双赢的 这么一解释 我就完全理解了 警察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真是404男主人啊 从头到尾都是他有问题 从他发出要掐搭自己儿子的信息开始 就预示着这一切了 504让大家可以睡觉了 意思也是说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可是 我觉得肯定远远没有完结 此刻我不想再独自面对 所以我立刻把刚刚看到的诡异现象 全都说了出来 这一说 局里其他三人都炸了 不是吧 你会不会看花眼了 怎么可能警察都看不到他 兄弟 你有没有吃什么药 你说的越来越悬了 我都被你吓到了 我也解释不清楚 只能跟他们承诺 我个人精神状态是非常稳定的 但我实在搞不懂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突然 一直沉默的601也给我发来信息 兄弟 我觉得302有问题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又被问猛了 302能有什么问题 反正我是感觉不到 我们的阳台都是没有封窗的 是可以一层一层的爬上爬下的 你知道吗 他说的没错 但我还是不明白 什么意思 这跟302有什么关系 302跟402一直都不对付 你可能不知道 他俩因为楼层隔音问题 吵架好几次了 所以我在想 之前你听到的402去敲404加门纳会 会不会那个人根本就不是402 1 201 222 223 222 255 222 217 Sale